你也挺牛的 哎呀 说什么大实话呀 杀杀水了 大家好 我就是那个挺牛的傭兵 我也不知道监管为什么说出这句话 不过既然他这么说了 那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啊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是因为我讲的帅呢 不开玩笑了 咱们回到游戏 好 老规矩 开局直接炸击 看看监管的位置 糟了 监管往大房走了 表妹刚好在大房 这不就天蹦开局了 好家伙 还是往我这边来了 看来开局炸击监管还是有一点作用的啊 但是他不一定追我啊 就当我没说过啊 很头体啊 这个红夫人 居然敢开局来追我 这能人 得给他点颜色看看啊 放镜像了是吧 我开启护腕一弹 镜像废了吧 看你还敢不敢追我啊 知道错了没 我差劲转过来了 距离还这么近 没办法了 看来要开启第二波护腕了 我弹 完了 赚强了 救命啊 看来要死寸内招了 蛇皮回头躲到 再一波护腕弹走 嘿嘿嘿 没想到吧 没想到我三个护腕就这样用完了 这次太牛脸了 可恶 不过问题不大啊 虽然我没有了护腕 但是我依旧很坚挺 还想套路我打我震慑 他怕是想得太多了 圣经百战的我怎么可能会被震慑呢 对吧 好了 这个时候他第二波金像就要出来了 不让我金像木屋 那我就不进咯 过来这边版G6也是一样的 怎么说 还有什么招数 尽管使出来 刚才出现了点小小的失误啊 但是问题不大 虽然被打了震慑 但是我依旧很坚挺 对吧 只要我还没倒下 我就还有机会 躲起来 诶 倒在这个鸟不拉屎的角落里 看他怎么找我 大哥丢了 这么明显的脚印他居然没看见 果然天使经济没有一点势力是不行的 好了 我满血复活了 囚徒被抓住了 现在才是我表现瘦 放镜像拦我 问题不大啊 反正这个人也是要压满旧的 不急啊 等他镜像消失了我再过去 OK 我来了 看你还怎么拦我 居然不出刀 难道又想打我正式 开玩笑呢 我满某员怎么可能在同一局 被这次两次呢 好的 救下来了 接下来要帮他扛一刀 因为快压好机了 这个球图还不能死 漂亮 成功了 烟布完成 溜了溜了 球图被打了 我血量过半 可以开机了 舒服 地窖就在中间 那我就不走门了 走地窖刷点分 岂不美滋滋 哦 他来了 但是已经晚了 门开好了 等我打完针 就算一刀架也拦不住我跑地窖 啥 他就要投降了 可恶 嗨 嗨 喔喔喔喔